哈喽,大家好,我想给你们分享一下我们一巴一班在文藻学中文的小时光。 我们都来自不同的国家,但是我们都有同一个目标,就是学习中文。 我们在文藻位语大学华语中心学习中文。 优秀的老师和很好的同学们,这一切都是学习中文的好环境。 我们一巴一班的感情很好,新同学来我们班的时候,我们都热烈欢迎他。 来学习中文,太开心了,谢谢你们。 在文藻有一位明星,你们知道吗? 就是他,叫沈小,我们都很喜欢他。 他为什么这么有名呢? 他去年参加唱歌比赛,得了冠军。 啊,台北有什么好的东西呢? 啊哼,在台北也有文藻华语中心哦,这么好啊。 欢迎大家来台北。 我们这边都会提供各式各样的不同的课程,而且我们还有客制化的服务,就是针对您的个别的需求,我们会提供很多个别的课程,然后让您选择。 欢迎大家来文藻华语中心台北教室。 耶! 下课后,我们一起吃午餐,便当和珍珠奶茶代表台湾特色的饮食文化。 我们常常在图书馆一起读书。 我们不仅互相帮助学习中文,而且帮助适应这里的生活。 有时候我们一起出去玩,在高雄,有很多可以去旅游,可以享受台湾文化的地方。 跟朋友们一起出去玩,不仅有趣,也是练习中文的好机会,实在是一取两得。 我们都认为整个台湾都是我们的教室,所有的台湾人可以说是我们的中文老师。 我们绝对不会忘记我们一起过的这些日子。 来文藻华语中心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。 不但可以提高自己的中文能力,而且还可以认识这么好的同学们。 我们都在这里创造了珍贵的会议。 我希望大家都能来这里创造这些珍贵的会议。 欢迎大家来文藻华。 欢迎大家来文藻华语。 欢迎大家来文藻华语。